好 那我们上课 好 这样声音听得到 听得清楚吗 OK 好 可以 我们就上课 好 那上礼拜我们把第零章讲完了 那第零章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基础的数学 还没有到维基分的部分 但是我们上礼拜有看到 像希腊字母的念法 那这些可能各位要熟悉一下 因为在数学里面 特别是维基分里面 我们会用到其中的一些字母 好 那这个是已经看过的 这本书的授权 那我正在改这本书 所以各位原本在社团里面 看到的是第一版 就是去年我上的版本 那你从这边下载会是第一版 但是我补了一个连结就是 我今年这门课上完又会再出一版 所以会变第二版 那现在这个网址呢 是我会一直更新的一个版本 一直到学期末它就变第二版 OK 那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选下载就可以了 或者是点进去之后 点进去之后 然后它会到一个Dropbox的网址 那要等一下 然后呢你按右键的另存新档 把它存起来 这样就可以 那你就会得到 得到我们现在的这一本书 那有一些修正 比如说措置啊 或者是 这个学期我会再补充一些主题 那这些主题对于资讯 按电子电机领域会是有用 所以我们这书会是不断的修改 那你如果这学期看的话呢 你看旧版OK 但是新版的部分 就是有旧版没有的主题 也有可能会考 所以请注意一下 好那上次我们讲了第零章 数学基础的部分 那最后讲到希腊字母 和运算符号 一些符号的念法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真的微积分的简介 那第一章的简介 其实我们暂时还不把它跟数学 的关系弄得太紧密 那慢慢的到了第二章之后 我们会真正导入数学的概念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章 好那微积分其实在吃工领域 其实并没有显得很重要 但是在电子领域或电机领域 它会显得比较重要 那像因为电子和电机领域 它要处理的是电子讯号 那电机领域甚至还要处理电磁讯号 磁力的部分 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类比的 类比的部分它就连续的数学 那但是资工领域我们处理的是 离散的数学 0与1嘛 0与1是离散 所以在资工领域通常我们看到的是 0与1这种东西 所以相对的是很简单的 应该在场没有人会问我说 那0是什么 1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问这个问题 其实代表你其实有某种程度的 数学的那种追根就底的精神 但是通常不会有人这样问 那会这样问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都不是普通人 比如说爱迪生就曾经这样问了 爱迪生说1加1 为什么不是1 为什么是2 然后他的老师就认为他智障 然后就叫他回去 然后后来爱迪生就就辍学了 就是因为学校不愿意教他 然后他就辍学了 那他妈妈知道说我小孩没有问题 所以爱迪生大概是非常早就在 赛家自学的一个学生 结果各位听过爱迪生的故事 结果爱迪生后来怎么做呢 他在家自学 他妈妈就让他在家里学 但是他们家不是那种很有钱的 所以他要学东西 其实他需要书或之类的 那他就决定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他还很小 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 他说他想要每天都去一个图书馆 那去那个图书馆做什么 看书嘛 但是他家距离那个图书馆呢 很远要坐火车 要坐火车 所以呢 爱迪生就决定说 OK 那我每天都去图书馆念书 那我每天都坐很远的火车 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 坐过去然后再坐回来 那 那这样听起来很不划算 对不对 但是有毅力的人 聪明的人 他还是有他的办法 爱迪生怎么做呢 他趁着他坐火车的时候呢 卖报纸 赚钱 他每天都去批报纸来 然后去坐火车 然后在火车上 因为报纸很好卖 所以就卖报纸 然后报纸卖完了 他就有钱了 还可以吃午餐 然后呢 到了图书馆 他就去念书 念完回来 又要再坐一次火车 同样的长度 都要坐两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他一天 光是花在通勤的时间 就五个小时以上 他每天这样做 那做到后来呢 就是发现说 那个火车的驾驶 每个他都认识 因为他每天都来坐火车 而且在上面卖报纸 基本上 到最后就变成是 Coworker 就是火车认为他是个工作人员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每天 卖完报纸之后 其实他有很多时间 他到处跟人家聊天 或干嘛 或想他的事情 但是 但是后来呢 那个火车的车 车长哦 就是火车的那些驾驶都认识他之后呢 他就跟那个火车驾驶说 你能不能让我在这边弄个小的实验室 他就在火车上弄起他自己的小实验室 然后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的话可能台铁不会允许你 但那时候比较有人情味他是可以的 他火车上弄个小实验室 他就开始在火车上做起实验 然后每天就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还蛮好几年都这样子 那所以爱迪生其实他是一个自学的人 那他会问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如果你会问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那保证应该老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会问这个问题的人通常 通常是智能特别高的人不是特别低的人 不要把这些人视为是智障 像爱迪生就被视为是智障 但是他后来其实主持了 爱迪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发明 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发明的 因为爱迪生不代表一个人而已 爱迪生到后来变成爱迪生公司 爱迪生实验室 那个爱迪生实验室雇了很多人在他们那个时代 就雇了几十个人在帮他做实验 所以后来他发明了很多东西 不完全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整个代表爱迪生实验室的功劳 好 那所以这个扯远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电子电机领域其实用到很多的数学 那在资讯领域用到的数学 比较是零与一 所以其实相对很简单 可是当你所碰到的问题 它本质上是连续的时候 其实那个东西就需要用到 为积分这种连续的数学 好 所以像各位在我们系上呢 会修到一门课叫离散数学 那离散数学它的意思就是不连续的 不连续的数学就离散 那通常离散数学好像就被视为是离散散的 好像很清 没有什么系统 但是它其实主题就是那种不连续的数学 好 那如果是连续的数学 其实我们系上大概会有维积分这门课 还有线性代数这门课 线性代数也是为连续的数学 那工程数学我们系上没开 所以我会在维积分里面就讲掉 所以这些是属于连续的数学 在我们系上会看到 那离散数学是从离散数学为起点 但是后面其实还会衔接一些进阶的课 但是这些进阶的课我们系上都没开 所以我们不是那么强调数学的科系 如果是越怎么讲就是越像前面的大学 他们会越强调数学 比如说台青交啊 他们很强调数学 但是我们我们其实是属于那种 希望数学本身也可以帮助你在应用上面可以有用 那那些基础的我们会教 但是属于那种比较研究性的 我们就比较少教 那另外还有几率统计也是我们会上到的 那几率统计其实它也有离散的几率模型 也有连续的几率模型 所以它其实是跨两边的 那几率统计的应用其实在社会领域很常用 在程式领域其实也很常用 像人工智慧里面有一个 以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 of Model 那简称HMM 那还有背试网路 Bation Network 还有期望最大化演算法 EM演算法 那这都是在基础统计理论上面所延伸出来 那传统的资工系当然就是离散数学 那所以离散数学大概是资工系里面最实用的一门数学课 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因为太实用了 所以你好像在资料结构或演算法的课里面都有 都有学过离散数学里面学的东西 所以是不是要再重学一遍好像 就等于是说你往往会重学了好几遍 那电子电机领域它探讨的是电流 所以我们描述电流的方法就是用函数 电压嘛电压是一个类比词 电流也是类比词 因为电流就等于电压除以电阻 OK 就是I等于V除以R 或者是V等于IR 这是电子电路的第一定律 V等于IR大概就像F等于MA在力学一样重要 那但是一旦你跑到电磁波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V等于IR很少用 那个部分会有所谓的闪度旋度 那个我们这本书的后面最后面本来第一版没有的 第二版我会补上 闪度旋度电磁波电磁场向量为积分 OK 所以你们这学期的难度会比去年更高 所以请注意一下这边 那我们预计呢就是期中考就把积分给讲完 然后期末考的时候就复列转换 拉普拉斯转换 多变数为积分 还有向量为积分 和电磁学 OK 那会不会太多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试试看 好 那所以呢 电磁资讯领域有时候其实是你很难分开的 因为电流电脑里面的虽然是数位讯号 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把连续的电流讯号做一个量化的切割而已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类比的 可是只是我们刻意把它指取0和1而已 那如果我们要去描述像语音这种连续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用连续的数学工具 就是函数去描述 那你可以用三角函数去逼近这个语音的波形 就会发现说复利液转换是很好用的工具 那因为复利液转换就是把一个函数分解成很多三角函数的组合 不同频率的不同政府的三角函数的组合 那所以当我们转回离散领域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同样我写程式的时候 我要做影像压缩语音压缩 我要用复利液转换才能做得好 那这种像上次我们有请各位做过一个实验嘛 就是把BMP档储存成JPG 看看它的大小差多少 还有影像吧 那各位会发现 可能有些人缩到1% 有些人缩到1% 有些人只缩到1% 但是有些人呢 那张图是空白的 缩到1% 1% 有哦 如果你整张图都同样颜色 你可以把它处存成JPG档 试试看 好 那 那我们这本书会尽可能的从程式人的角度去解读数学 好 那所以危机份和程式是有一些关系 但是关系没那么强 在比如说影像处理 语音讯号处理 甚至类神经网络 还有 后面的机率统计之类的 还有像电磁波 数位讯号 处理 原本叫数位讯号处理 它其实是 基本上是把类比的东西转成数位来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微积分跟程式的关系 通讯领域 其实是最常用到微积分的 通讯 因为它是在探讨电磁波 电流 这些电波的东西 所以它跟微积分特别有关系 但是程式领域其实像比较进阶的 通讯控制人工智慧是会用到微积分 而且用到都很难 不用到则已 用到都很难 所以往往一用到的时候你都跨不过去 就觉得这门课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添书这门课就整个完蛋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数学基础不足 但是数学基础不足你再去补来不及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尽量把各位四年之内 会用到的尽可能的告诉各位 那人工智慧里面像影像辨识 语音辨识 机器人控制也都用微积分 像类神经网路也用微积分 那像类神经网路里面有一个 反传递学习演算法 那个东西完全是透过微积分推导出来 反传递学习演算法 英文叫做back propagation algorithm 那微积分量电路因为有电阻电容电感 所以它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它会有电流的连续变化 而且可能会有非线性 那非线性的都很难处理 非线性的 如果线性的就线性怠速就可以处理 非线性的通常都不容易处理 那所以在这里当你碰到非线性的时候 就要靠像负列转换这种东西 会不容易处理 那电磁学领域里面电焊磁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各位高中应该有学过马克思威方程式 对不对 有没有 高中物理有没有马克思威方程式 Masswell equation 有吗 好像大部分的同学都都没反应 那我要告诉各位马克思威方程式 其实比相对论更重要 相对论其实用不太大 那但是爱因斯坦的名气很高 可是事实上呢 真正我觉得那个实用价值最大的 其实是马克思威方程式 它在电磁波的领域超有用 但是它又很难描述 所以我们最后一张会来看这个主题 电磁与向量为积分 好 那我们就不再讲 关于程式领域怎么用这个东西的问题 我们先懂了它再来看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维基百科里面 有介绍的维基分的历史 稍微看一下历史 那维基分的起源 那说古希腊就有所谓穷劲方法 那阿基米德就有用正多边形的周常 来穷劲原周率 但是这还没有到维基分的程度 真正奠定维基分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牛顿 就是发现万有引力的那个牛顿 另外一个是莱布尼斯 他是个比较偏数学领域的数学家 但在他们那个时代 其实没有所谓的数学家跟物理学家 他们是合在一起 就是对知识有好奇的人 好 那这个就是牛顿 那牛顿其实他的发展是比较幸运的 他一辈子大概没有太多的悲剧 但是有很多那种很著名的人 他的人生其实是很悲惨的 那各位不要想说 那些很著名的人 可能都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其实不是的 往往不是 那这里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历史 好 那牛顿他基本上 他其实是研究运动学 然后才去发明维基分 为什么 力吸引力造成物体的运动 那个曲线怎么描述 OK 牛顿其实是从那边发展出维基分 那莱布尼斯就比较从数学的角度 直接去看维基分 那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你会看到他们的年代 牛顿是1727年 那莱布尼斯比较早1646年到1716年 牛顿是1707年到1783年 不对 牛顿 牛顿应该是前面这个 1643年到1727年 对 然后莱布尼斯1646年到1716年 那 欧伊勒 它大概比较晚一点 大概1707年到1783年 它是在维基分领域 你后面看到的 太略展开是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叫尤拉公式的 这个尤拉公式呢 大部分学过维基分的人都不会 有些根本没听过 你一直到学到工程数学 你就会发现 突然之间跑出一个这样的公式 那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从维基分的 维分里面的太略展开式来 那各位应该有学过太略展开式了 那我们会重讲 会重讲 所以不用担心 就算没学过也没关系 那尤拉在这里 其实曾经有很多数学家 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数学家 其实是尤拉 像孔翔虫上次来我们学校演讲 不是孔翔虫 是谁 那个曾经得过费尔茲奖 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想到再说 那他在讲说 他得过费尔茲奖 费尔茲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那得过费尔茲奖的很多数学家都认为 尤拉是一个传奇人物 真正数学领域的人 往往会认为尤拉是个传奇人物 所以像那个拉普拉斯就说 读尤拉的著作吧 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我们的大师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 Lag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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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个人呢 在微积分领域 他有像Lagrange Lagrange Lagrange 算子 乘法 Lagrange 乘法算子 那他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贡献 那另外一个是Lagrange 那拉普拉斯 那拉普拉斯大概最重要的贡献就是 拉普拉斯转换 那这个东西在通讯理论上面有大量的用途 但是在通讯理论的 在数位的通讯理论使用的时候 拉普拉斯转换 会被改成Z转换 因为通常连续版道的数位都会做一些修正 另外一个是 富利液 富利液 那这个 Joseph富利液 他是一个 怎么讲 法国的数学家 他的富利液转换是工程数学的最核心的东西 好 那看了数学家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些函数 那什么是函数呢 通常我们会画一条线 但是有些线 我们画的有些线 我们会认为它不是函数 比如说有倒勾的 同一点对应到很多点的 我们通常认为它不是函数 那一点对到一点的 就是x轴的一点 往上只会对到一点 这种我们通常称为是函数 那像这是一个常数函数 绿色的是x的线 那红色的是2分之x的线 然后 蓝色 浅蓝色的是4分之x的线 浅蓝色的不太清楚 那 黄色的是8分之x的线 你可以看到斜率越来越低 就是8分之1 这斜率只有8分之1 所以斜率就越来越低 线就越来越平 那倒过来呢 如果我今天从s开始 看2s 4s 8s 你就会看到 OK 黄色的是最平的 那这个我们有点 有点那个尺度上有压缩 因为你看这里 这里最高是15 这里最高是100 所以它的尺度上面是有压缩 不然我画 没办法画在这一个 坐标轴上 那 呃 蓝色的是2s 稍微高了一点 红色的是4s 更高了一点 绿色的是8s 又更高了 所以这种 kx这种线呢 通常是直线 那再来看sk次方的线 sk次方的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状长什么样 s的一次方是黄色的线 s一次方就是s嘛 所以是线性 s的二次方呢 是蓝色的线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上钩的 就是弯曲向上的一个线 那而且很匀秤 那s的三次方是一个这样的线 就是一边往上一边往下 而且是弯的 那如果从三次方再开始看四次方五次方呢 就会它弯曲的曲度会更大 四次方五次方的曲度会更大 那如果我们今天去看说 一个函数像s三次方 如果我把它微分 虽然各位现在还没有学微分是什么 但是我要可以告诉各位 s三次方的微分是3s平方 是3s平方 那你会看到s三次方是这条线 微分之后3s平方 变成二次的曲线 对不对 二次的 OK 这是3s平方 蓝色的是3s平方 再微分一次呢 变成6s 变成6s 它是一条直线 红色的直线 再微分一次呢 变成水平线 f三次微分s等于6 因为就是6s的微分 6s微分就是6 它是一条水平线 所以当你把一个曲线微分之后 有时候它会越来越平 越来越直 这是指多相式而言 但是如果你对sine一直做微分呢 sine微分会变cos cos微分会变fusine fusine再微分呢 fusine fusine再微分呢 fusine再微分呢 又变sin 所以它永远都不会直 这是三角函数的特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特殊的函数 像seal seal是天花板 seal天花板函数 通常我们数学符号 会是在上面有勾起来 那这种天花板函数呢 它就不连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seal函数 是蓝色的这个seal 到了-3的-2大-3之间的seal 就是-2大-3之间的seal是-2 天花板 从0开始看好了 0到1之间的seal 天花板就是1 1到2之间的天花板就是2 那1到2之间的地板呢 就是1 那0到1之间的地板就是0 OK 这是红色的部分 地板函数 那所以天花板函数跟地板函数 之间永远都差1 对不对 那另外有一个叫做 就是如果我们把s s线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它是条斜率 斜率唯一的直线 那如果我们取另外一个函数 叫四舍五路 四舍五路的英文是round round round r-o-u-n-d 那round它的函数会长什么样 好 今天的第一题习题 请画出round函数的图形 今天的第一题习题 我们请各位画出round函数的图形 从-3到-3 好吧 好 那这是今天的习题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请注意它是在0.5座分界 0.5座分界 0.5座分界 不是在1 像天花板和地板 好 所以这个请各位回去做 回去做 我们上课就不看 好 所以呢 天花板和地板 中间还有一个round函数 就是四舍五路函数 四舍五路 好 那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2的x次方 它的线是这个蓝色的 很平 所以看不太清楚 那3的x次方 是线是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 那如果1的x次方 1就是那个2.71828 那个自然对数的底 那 它的应该借在2、3之间 所以黄色的借在2到3之间 没错 好 那这种 k的x次方 这种函数都增长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程 那个程式的增长性是k的s次方 基本上那个程式就很难解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需要做那么久 比如说你需要做2的s次方 才可以做完一个输入长度为s的输入的话 那如果s是100 基本上你是做不出来 s如果是1000 你根本就不要想做 那重就是演算法 各位会碰到的 演算法的复杂度分析 在资工领域 会用到 这种 这种2的s次方 3的s次方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倒过来的导数 sk次方分之1 就是s的负k次方 sk次方分之1 如果k是基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OK 它是 两边是上下的不同走法 像s分之1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k是偶数 两边是同样的对称的走法 像s平方分之1 就是这个样子 s平方分之1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cos是三角函数 对不对 cos有个特性 就是cos在0的地方 左右是对称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0 左右是对称 OK 但是sin就不一样了 sin呢 它在0的地方 左右是负对称 负对称 如果你把这个呢 翻转过来 它就对称 但是在还没翻转之前 它是差一个负号 所以呢 cos是对称的 这种叫做偶函数 f-s 会等于fs的 这种叫做偶函数 那sin呢 是f-s 会等于-fs的 这种叫g函数 那g函数和偶函数 在后面的 比较进阶的部分 会是重要的主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越往这边看 你就会越发现说 我们已经从数学开始 有点脱离 脱离到哪里 脱离到电磁学 那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 三角函数 如果你把它的正幅 给调大或调小 你会看到像这个 红色的是4sin-s 4xsin-s 红色的 正幅比较高 蓝色的是2xsin-s 正幅比较低 然后黄色的是1xsin-s 就是sin-s 正幅更低 那这种 把正幅调高调低的方式 称为调幅 调幅 各位在 哦 对调幅 调整正幅 就是调幅 其实我这两个好像写反 调平 调平 跟调幅 调整正幅是 是调幅 没错 但是问题是 它不是 frequency modulation 它是 amplified modulation 所以我这里写反 回去再修正一下 所以刚好中文和英文是对反 这里请注意一下 好 那我回去再修正 各位 最好 如果你有 念这本书的话 这边请记得 有错 好 好 那所以 调幅呢 是把正幅 调高或调低 那透过调整正幅的方式 我们如果用这个来作为 作为 那个 就是广播的发射方式 广播的发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am 一种是fm 你在转收音机的时候 会有am和fm 对 那如果你用的是am 代表它是调整正幅的方式 刚好反过来 调整正幅的方式 如果你用fm呢 它是代表调整频率的方式 所以一个是调整正幅 也就是调整k 乘以sin s 是这种k 的这个数字 另外一个呢 是调整sin ks里面的那个k 两个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如果调整正幅的话 是 1sin s 2sin 4sin s 如果是我调整的是频率的话 是sin 0.5s sin s sin 不一样 那当你调整的是里面这个k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s 蓝色的是一倍 那红色的是两倍 它就震得很快 震得比 比 sin s有两倍快 那黄色的是 2分之1 0.5就是 它震得比 sin s慢两倍 慢两倍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 调幅和调频 那这个其实在 电磁学 和那个 就是电磁波领域 会用到这个东西 好那如果我们把sin s再除以一个s 你会发现说 越往旁边的 那部分呢 会越低 那就会出现一个像墨西哥帽的这种形状 墨西哥帽的这种形状 这种就是 就是 越往旁边的 影响力越小 如果你想描述某种力量 那种力量越往旁边影响力越小 可能就会用类似这样的图形 好那如果把它s再取绝对值 那它就在原点会分开成两边 那就一个会变这样 一个会变这样 那这一个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对称的 所以是偶函数 偶函数 这一个是反过来不对称的 所以它是积函数 积函数 好另外再看一个更特别的图形 是sin s分之1 如果你看sin s分之1这个图 从-1.0看到1.0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长这个样子 它中间呢密密麻麻的 那我想说 那我把中间放大总可以吧 我把中间再放大 改从-0.1到-0.1 结果中间还是密密麻麻的 不管你放到多大 它中间永远都是密密麻麻的 因为到了接近0的地方 它的证幅 就是它的频率会是无限 这个sin s分之1 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那所以它在数学特性上面 会有一些特性就是 譬如说它在0点上面 根本就不可为分 因为0点的值不存在 sin 0分之1是多少 变成sin无限大 sin无限大到底是多少 没有办法定义 好 那如果我们把正s平方 跟-s平方放在一起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曲线 对称的曲线 上下对称 那如果我们把s平方 再乘以sin s分之1 你就会发现变成这样的曲线 红色的是s平方 乘以sin s分之1 它被这两个s平方和-s平方 给夹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通常我们有一个主波 主波 那这个是里面的次波 OK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真正的 微积分的一点点概念 就是 微分到底是什么 微分就是切线的斜率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 取割线 什么叫割线呢 就是我取两点 然后取线上的两点 然后把它画一条线 就是割线 如果你的割点 这两点距离很长 那你的割线呢 跟曲线会有焦点 而且可能会跟切线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割点取得很长 但是如果你割点之间的距离 取得越来越短 取得越来越短 比如说我从1开始 这条是割点距离1 那变成0.3的时候呢 它就会 会变成红色的这一条 割点的距离变0.1的时候呢 它会变绿色这一条 变0.01的时候 会变紫色这一条 你看到紫色这一条 基本上它已经就是切线 因为我们的割点的距离 只取0.01 那所谓的微分 其实就是切线的斜率 所以如果你只想知道它的直觉意义 不想学它的数学的话 那我们已经讲完了 我们已经把微分这件事情讲完了 如果你不想知道它背后的数学 你只想知道它的直觉意义 这边讲完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积分的直觉意义呢 我们这边也可以很容易的讲完 积分就是算一个函数底下的面积 跟X轴之间微的面积 那如果我写定积分的话 就是从A到B的面积 从A到B的面积 那就是这一块面积 这一个是FS 那有时候呢 F会有负的 所以呢 如果有负的情况 就是正的面积 减掉负的这一块面积 那的总和 这就是积分 计算面积 那你要计算这种面积呢 不容易 因为它是个函数是连续的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算有一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用很多长条去逼近它 那这些长条如果取得很大 那你逼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不太准 如果长条越取越小 那那个逼近就会越来越准 OK 那但是长条的取法有两种 长条的取法第一种是取直的 从直的方向去切一条一条 那这种称为黎曼积分 remand integration 黎曼积分 那如果我们取横的 取横的这种积分方式呢 就称为黎曼得布斯积分 那通常不会取横的啦 取横的很难算 所以通常我们会取直的 那如果把这长条弄得很细很细很细的时候呢 长条逼近于无限小 也就是说割的长条处 逼近于无限多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这一块曲线的面积 那但是呢 取黎曼积分 到底应该取哪一点 其实有好多种取法 一种是取右端直 右端直 右端直就是最右边的 这个就是取右端直 那另外一个是取左端直 左端直就是取最最左边的 那就是这个是取左端直 那还有一种是取极大直 取这一段里面最大的那个 或取极小直 这段里面最小的那个 那其实四种都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最后在在长条宽度很细的情况之下 这四种会趋于一致 那这就是积分的黎曼积分法 那如果看直觉的话就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看直觉的话呢 今天我们这一堂课 刚刚的五分钟就已经把微积分讲完了 但是数学的好处就在于 它可以挖出背后很多 不只是直觉的那些东西 那这边有一个函数是s加1乘以根号s 那它的积分呢 居然会是π 这从0到无限大 那这边呢 从负1到1呢 s平方开三次根号的积分会是6 那这个都可以算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呢不是二维的 也就是说字变数不是只有s 那我们要算的是 一个二维平面以上函数所造下的体积 那这时候就要有两个变数的函数去做积分 那像fxy 然后s呢 这边底y 这边是底y 代表说y是从a到b 那这边后面是底s 代表说s是从c到d 那所以从c 从 把s从 把y从ag到b 然后把s从c g到d 这就是双重的积分 那 两个变数的函数呢 你要积出它的体积 就要用双重积分 那有时候变数会更多个 sy zw 那或s1 s2 s3 s4 那这时候就会变成n个变数 n个变数这就是多变数的积分 OK 这里就是我们第八章九章所要看到的部分 好 那 讲到这里 第一章讲完了 第一章 结束 那我们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 真正的数学概念 但是 我们已经把微积分整个介绍完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用数学的方式来看 微分这个概念